欢迎来到404大案馆 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近日 拼多多市值超越阿里巴巴的新闻 在中文互联网引发热议 拼多多的海外平台 延续了高投入营销 加超低价产品的增长策略 实现市值攀升 然而 拼多多市值增长的背后 是该公司对劳动者的无情压仗 对此 微信公众号 卓剑SayDifferently 发布文章进行评论 但原文遭到删除 作者在文中写道 拼多多在征战海外市场时 更是将其低价模式发挥到极致 为了更好的控制供应链 它采用了一种全托管的模式 相当于商家既不用操心前端的货客 也不用处理复杂的物流 运营 投流 售后 商家唯一要做的事情 就是按照备货单备好货 生产 再统一发到 拼多多跨境的仓库中 就这样 山东平度式的假睫毛 浙江湖州的铜装 畅通无阻地发往海外 但等一等 这一切难道不让人毛骨悚然吗 在整条生产链中 成千上万的中国工厂 只需要听从平台的指令 按量备货 然后呢 拼多多只会选择价格最低的产品 以保证其低价策略 某种意义上 这是一种垄断的变体 通过结构化的优势 倒逼供应链 以提供更低的价格 只有更低的低价 否则会被平台举收 只有业以继日的开工 缩离成本 把利润压到最低 才能获得平多多的高额订单 很多成熟的产业代 已无力持续这场平多多制造的极致内卷游戏 持续走低的利润 无法支撑生产链的升级进化 新品的研发和创新 以及需要忍受无法承受的工作强度 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极端的异化 为了像陈吉思汗一样 征服全球的消费者 听多多正在用低价 榨干中国制造的最后一滴血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 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 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 顶着被删号 被约谈 甚至被监禁的风险 对不公益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 在404文库栏目中 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 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 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 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nigram平台项目投稿 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做出你的贡献 通告地址 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 阅读更多内容 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a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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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园